今天我们来安装这部户外过滤器 这是一款隐藏式水管超绿膜户外过滤器 这款UF Membrane过滤器的水流量为 4500公升到5500公升每小时 是用于任何住宅 独立式洋房公寓等 接下来我们会详细介绍安装步骤 首先安装全需要关闭水源 以确保安全操作 接下来我们开始安装过滤器的水管接头和支架 来卸进水管是第一步 我们需要先比对过滤器的安装位置 确定合适的位置后 并在墙壁上做上记号 在打孔之前我们需要使用墙壁探测器 探测墙壁内是否有水管或电线 这样可以避免在安装过程中意外损坏墙壁内的事实 我们开始使用电钻在标记的位置打孔 接下来我们将过滤器挂上 并开始连接进水管和出水管 确保每个街头都拧紧 以防止漏水 然后我们安装压力表 压力表的作用是观察该地区的水压情况 确保在过滤器正常水压下运行 接下来我们安装自动清洗法和手动清洗开关 这些配件可以方便地进行过滤器的热肠回复和清洗 延长其滤行使用寿命 安装完成后我们开始放水试机 慢慢打开水源让水流通过过滤器 检查各个连接处是否有漏水情况 仔细检查所有接口确保没有漏水 才算安装完成 我们来看看过滤器的说明书和产品参数 最后我们来看看安装完成后的成品 隐藏式水管过滤器安装在户外 不缺美观而且不占用室内空间 使用方便 感谢你的收看 希望我们安装过程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